11月29日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在江苏南京召开2024年新增文物史料发布会 一批重要文物史料入藏纪念馆 本次公布的重要文物史料包括 清华日军第13师团 第26旅团 步兵第58连队士兵 西条荣策的战时日记 时任日本警事厅建筑客客长的石景桂的调查报告 关于上海南京的防空设施 及调查原始文件 反映日军慰安妇性奴隶制度的照片 1937年清华日军攻占南京等地的照片等 经过毕竟正记造的文物史料 是1937年清华日军攻占南京等地的照片 这支人类于1937年9月26号在上海中 参加了在上海的交战 之后又向苏州 无锡 长州 南京进发 南京来战后这支部队也参与了南京大舵上 这批照片同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上 石景桂的调查报告 关于上海南京的防空设施 及调查原始文件显示 1937年12月下旬 石景桂受日本军方派遣 前往上海 南京等地 调查中国方面的防空设施情况 形成了调查资料和详细报告 关于日军暴行的这些档案 它的发现每一次都关于我们心灵极大的震撼 对于印证日军清华的暴行 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 它对于我们形成正确的死观 总是历史教训 增强我们历史认知 我认为对具有无法期待的 这些重要的架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